假如上天让你再活三半年 那么你愿意拿什么来交换呢 大家好 我是大白话 今天我要一口气讲完 樊少皇大叔最新电影 龙虎山张天使 非要说 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其实这部电影也没说啥 作为一部动作片 还是打得挺过瘾的 至于剧情 动作片你看啥剧情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摸摸摸 开个玩笑 咱们扬归正传 说呀 那是发生在东汉时期的故事 咱们的男主就是龙虎山 张道林张真人 有人一定要问了 一个道士不在山里修行 瞎溜的啥呀 张真人是收到自己好朋友的信 到四川这边办点事情 所以他带着土地去带着四川 张真人也是混过社会的人 知道这边无数航行 还让自己的土地小心一点 万万没有到 还是遇见了一个胖臣老大爷 毕竟强容不压低头蛇 光山烟灵也没有监控 咱们也只能选择给钱 要不你有啥事啊 试图二人继续上路 结果又遇见了怪事 土地一眨眼的时间 就找不到自己的师父 他也莫名其妙的 来到了一片桃花林 而且这里还都是美女 给小伙子迷得够呛 其实这都是这里的 一个驼背巫师在高贵 不过有张真人在身边 这些都是小意思 不但挥坏了幻术 还让驼背巫师受了伤 真有意思 在人家师父面前 还敢这么放肆 张真人带着土地继续赶路 坐着小船飘飘悠悠 然后来到了一个小饭店 这里的老板娘是一个老太太 还挺慈行 但可是偏偏就是不干人事 在面里面下了迷药 土地当场昏死过去 只剩下张真人跟他单挑 经过了几个会合之后 原来这个也不是老太太 而是一个年轻的妹子假扮的 在这里我们叫做小红 张真人就说了 挺好一个姑娘没认证啊 小红就说了 我不是坏人 你看你脸上的门绳 门绳神三大怪 关公过间龙还有三只眼 你就是最怪的 老话说得好 你门绳你抽烟 你喝酒你去夜店 但你是个好女孩 正当我们傻呀 小红终究不是张真人的对手 而且现在土地也有点不对劲 他中了孤独 小红就说了 这跟我哥哥一样 都是中了孤独 张真人虽然很厉害 也只能暂时控制这个孤独的发作 事情内也并没有结束 驼妹巫师又派人来抓咱们大徒弟 这到底是为啥 咱们谁也不知道 张真人这一天天啥事没干 就打架玩了 好歹人家也是四五十岁的人了 要累死谁呀 说归说弄归弄 你拿了偏仇 你就打到手腿炮 张真人又是一个人面对敌人 手洗剑落 不得不说剑法确实很厉害 已经达到人间合一的水平 老话说的好 恶口不提群狼 双全不提四手 就算张真人再厉害 也无法照顾两个人 徒弟没有战斗力 小红也打不过人家 虽然最后张真人还是赢了 不过小红又受伤了 能力又大 责任又大 这句话不讲 张真人现在是又当地又当妈 感觉好累呀 但可是这都没有关系 第二天大家继续上路 终于来到了城里面 正好赶上一个大巫师当中做法 原来这个大巫师 是当地最厉害的巫师 那咱们闲的也是闲着就去看看没 还真别说 这个大巫师确实有点个性 那胡子还整个大不浪啥的挺丝毛啊 先别管这个大巫师有没有真本事 人家当地人就信你 你说气人不气人 所以张真人就决定去拜访一下大巫师 因为他觉得大巫师有点貌腻 就在他们互相试探的时候 大土地骨毒又犯了 大巫师一看 你这是巫蛊之毒 看来是我那个擅长下骨的师弟所为 他的师弟 想当年七十灭祖非常的坏 一直在城外小竹林触摸 你们去找找 为了自己的土地 张真人就来到了小竹林 不过并没有找到大巫师的师弟 反而中了埋伏 这一个桥段大家不知道熟悉不熟悉 像不像十面埋伏里 金城武和张子怡对抗罪兵的桥段 而且我说句实话 不论画面美美和色调的感觉 单单说武打动作的镜头 我觉得这一段比十面埋伏强 当然了 只是个人观点 毕竟这只是一个网网 而十面埋伏是获奖无数的大片 还是那句老话 张真人终究只是一个人 土地不再被人家抢走 他自己也受了一点小伤 这一回该轮到小红 抓过张真人了 所以他作为本地人 去找一些草药给张真人撩伤 万万没想到 还遇见了自己失踪的亲哥哥 原来哥哥现在已经变成了 巴拉鬼帅之一的北方鬼帅 现在希望小红可以帮忙 给张真人下毒弄死他 亲哥哥说话肯定好死 小红就答应了 另外一边 张真人也遇到了之前胖子的老头子 他就是大巫师口中 欺师灭祖的师弟 一切都是大巫师在放屁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是当年大巫师想要利用 赴上术打开天门 这样就可以获得三百年的寿命 由于大巫师用老百姓做鸡品 老头子很反对 结果老头子被大巫师暗算 差一点的死掉 如今是大巫师抓走了你的徒弟 因为他是巴拉鬼帅的命格 这些都是驼被巫师交给大巫师的 大巫师要利用巴拉鬼帅的命格的人 做鸡品 打开天门再活三百年 我真的还想再活三百年 既然知道大巫师的阴谋 那咱们就要阻止了 张真人和老头子一起合计合计 打算来个理应外合 一切都合计完成之后 小红也回来了 给张真人进行撩伤 也给张真人喝了一碗草药 但可是他并没有给人家下毒 哥哥当时气敌不得了 你哥们手是不是往外拐啊 小红就说了 你根本不是我亲哥哥 我亲哥哥不会让我去杀人 虽然小红受了伤 不过你还是逃走了 张真人去找老头子准备实施计划 然后去拜访大巫师 发现自己的大徒弟 不过大徒弟已经被人家孤独控制 不听张真人的话 大巫师还说了 今晚你大徒弟就没了 张真人偷偷的跟着大巫师 来到了一个地下室 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孩子 打算先救孩子 好不容易抱着孩子逃出来之后 来到了城里 没想到被大巫师当场陷害 说他是强小孩的 老百姓都信任大巫师 张真人是有理说不清 这让张真人想起来自己的心结 想当初他还不是道士的时候 也是一个地方官 为了阻止巫师妖言惑众 被老百姓们一对嫌弃 眼看着很多人被当作契品 自己却救不了 这成为了他的心结 就这样 老百姓们要烧死张真人 就在这个时候 老头子带着小红一起来 救走了张真人 一路小跑来到了一个破庙 在破庙中 老头子就说了 你徒弟看来种的幻谷 让他们活在自己的幻想中 要想解毒 就需要找到原始谷 给这是谷母 这个原始谷就应该在那个驼贝巫师那里 既然都知道他们要干啥 现在就要知道大巫师在哪里开天门 张真人在大巫师那里的地下室的时候 看到一个八卦图 把这个八卦图复制下来之后 张真人可以算到具体位置 而且还听说大巫师应该是今天做法 所以大家事不宜迟 快马加鞭去阻止这个事情 我不其然另外一边的大巫师开始做法 让八大鬼帅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献祭 眼看着天门就要被打开 这扯淡不 关键时刻咱们来到了这里 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 一场大战立刻马上就开始 因为大巫师手下太多 咱们这帮眼也是忙不过来 所以大巫师这边 还是继续自己的献祭仪式 而且驼贝巫师利用咒语也让大家陷入自己的幻觉中 特别是张真人 又陷入自己的心结中 看着自己当年没能救下的老百姓 心里这个难受无法自拔 当然了 这种心结还要自己来解 最终张真人还是解开了心结 要不这么多年白修行了 解开心结之后的张真人毁掉了扶桑术 大巫师的计划彻底失败 驼贝巫师一看事情不对也赶紧溜掉 老头子就追了出去 驼贝巫师不是人家对手 三下五除二就被咱们搞定 老头子说你拿到了原始谷 就是打不开 大巫师这边本以为会和张真人是一场大战 结果直接被秒杀 这扯淡不扯淡 我花生花籽都准备好了 就这样 张真人利用五星八卦的原理 破解了原始谷的规合 里边装着一只癞蛤蟆 有了原始谷 老头子就可以做出解药 所以最终活下来的小红亲哥哥 还有张真人大徒弟都没事了 就在大家都以为圆满结束的时候 大巫师还没死 用暗器暗算张真人 结果被小红给挡住了暗器 就算把大巫师整死 这也无法换回咱们小红啊 这个结局不圆满也是对的 哪有那么多圆满的结局呢 是不是 最后的最后 张真人和大徒弟要回龙虎山 老头子也跟他们一起走了 很多年之后 张真人带着徒弟们来到了青森山 在这里匡富正义 宰药出谋 捍卫正道 电影呢 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每个啥道理呢 如果保持青春 三百年才是最好的 七老八十再活三百年 还是老头子 妹子都泡不到 还不如受归正解 顺其自然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摸摸摸